Hello大家好,这里是第54期的泰国黎叔说,我是黎明,不是刘德华 加上我的黎叔开房记和泰国邮寄的节目呢,我已经上传了接近100期的长视频 说实话,最近也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了,有点江郎财敬的感觉 因为我的视频主要是结合我自身的经历 那毕竟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所以我也在考虑以后的一个方向问题 也希望各位观众粉丝能给我提一些建议 尽量做到和大家的需求相结合的视频分享 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同样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投资经历分享 我认为在泰国来说是一门非常好的生意 所以我在2019年开始尝试做了一单,抵押放败 这个话题可能在国内比较敏感 因为有的利息太高就涉及到违法了 而且据我了解,在国内做抵押放贷 虽然可以用房产做抵押登记 但是万一借款人还不了钱 放贷人还是要去走一遍流程 法院起诉啊等等,既耗费时间精力 也耽误收益 但是在泰国就不一样了 老微剧,先点赞,后观看 男的帅,女的亮 首先介绍一下我在2019年做的一单抵押放贷 也是一个泰国中介介绍 说是有一个泰国人啊,急着用钱 然后呢,跟银行贷款可能批不下来 因为泰国银行贷款主要是看贷款人的固定收入 而不是说你有房子啊,土地啊等等固定资产就可以抵押贷款 不行的哦 然后呢,他想用他泰国东部罗永府的一栋房子和散烂的土地 贷款150万泰铢 当时我查看了一下周边情况并不是那种荒郊野岭 然后周边都是居民区 还有一个别处小区 然后再结合银行也评估过这块物业的市场价值 大概是在350万泰铢 所以最后我就达成了每月利息27000株的抵押放贷 期限是一年 然后后面又续了半年 直到今年的6月25号到期 现在我已经拿到了接近50万株的利息 以及一块价值350万株的物业 并且最新的土地丈量 这块地还增加了将近1赖 总面积接近了4赖 所以说总价值至少在400万泰铢 拿到以上的结果 我只用了150万泰铢 分享完我个人的经历 大家是不是也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呢 别急 先把这个视频看完 后面才是真正的干货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点击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泰国的抵押登记分两种 一种是大部分人和银行贷款所做的抵押登记 当然也可以和个人贷款抵押登记 这种抵押登记泰语叫做张农 一旦贷款人 还不上利息超过一定时间后 通常是三到六个月时间 然后呢 放款方就可以向法院起诉 申请没收抵押登记物 还有一种 泰语叫做凯法 这个厉害了 大家听好了 中文我认为叫做交易式抵押比较合适 这种抵押也可以在政府的房产土地厅进行登记 受法律保护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 抵押登记费和正常的买卖房产物业的过户费是一样的 不像这个张农 只有1%的这个手续费 一般是借款人支付 负责这个所有的过户税费 就是抵押登记费这一块 然后呢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叫做交易式抵押贷款 然后第二 这种抵押登记的期限 通常是短期借贷 短则半年 长则大概一年左右 而且到期如果借款人还不上本金 那土地厅就会自动把这个抵押登记的物业 过户给债权人 注意是自动啊 我根本不需要去警察局报案啊 法院起诉啊 最多就是寄一封挂号信 给这个借款人提醒他 快到期了 要还本金啊 结果最后他没有还 没有还这个本金 所以说 这个物业就自动过户到了我的名下 那第三点 交易式抵押的放贷额度 一般在物业市场价值的50%左右 这样即使借款人到期还不上这个本金 我也可以以一半的市场价格拿到这个物业 不管是出租的高收益率 还是加价20%左右的利润 以市场价大概7折的价格出售 都问题不大 第四点 利息可以提前在本金里扣除 泰国政府规定借贷的利息不能超过15%每年 但是民间私人放贷一般都在2%左右的月利息 至于如何操作 这里我就不好展开说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我的思想群 最后要提醒各位的事情 就是做这一门生意啊 你必须对物业的真实市场价格有个准确的评估 因为我本身就是做这个房地产行业的 所以我是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其实也不难 就比如公寓来说 在网上一茶香类似的户型楼层的房源 大概的市场价很快就可以调查清楚 而且根据市场价放一半的额度 怎么样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土地或者是外面自建的私宅就稍微麻烦一点 可能需要专业的评估人员或者公司进行试调 听到这里 如果你还没有点赞或者是订阅 就太过分了 想要收看下一期的分享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泰国黎叔说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Sau Lihab